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 咕咚 你发现这篇课文与其他课文的不同了吗? 是的 这篇课文跟我们上学期学过的小蜗牛一样 两篇课文都没有全文主音 而且都配有连环画 这些连环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阅读 还可以帮助我们猜字 认字呢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快来读读这个有趣的故事吧 请你用三分钟时间自己读读课文 圈划出不认识的字 借助插图猜猜他们的读音 按下暂停键 开始吧 你能找一找美幅图对应的课文段落吗? 记得先标出课文的自然段哟 你也可以根据段落间有空行的经验来找一找 按下暂停键 开始吧 我们来看看你找对了吗? 这些字 你认识他们吗? 观察这些字 记一记 想想 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这些字的读音和意思呢? 请你暂停三分钟 这七个字 在文中没有标注拼音 我们试着猜猜他们的读音 认识他们 先来看 咕 咚 咚 这两个字 请你先读读文中的句子 咕咚 是什么呢? 从上下文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木瓜掉进水里的声音 我们都听过石头掉进水里的声音吧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比较重的东西掉进水里会发出咕咚的声音 我们来读读这句话 咕 咚 咚 这两个字都是形声字 我们利用形声字规律 可以准确推测出他们的读音 让我们读读这个词 来 咱们做个小测验 猜猜括号里填什么字合适呢? 什么了一跳? 哦 根据我们平时总说 吓一跳 可以猜测出是吓字 是的 这里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搭配了 请你读读这个词语 再读读文中的句子 下是形声字 再根据形声字一部分表音的规律 我们就知道这个字念吓了 小朋友 请你观察这幅插图 看看都有哪些小动物 再自己对照课文看看 小动物奔跑的顺序 读读下面这些词语 你能认识三个红色的字吗? 这三个字都是象形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羊上面的道巴 就是羊的两个鸡脚 多么形象呀 象字上面的鞋刀 就像大象长长的鼻子 下半部是大象粗壮的腿和身 再来看看鹿 美丽的鹿角演变成了点 细长的四条腿演变成了笔 你记住它们了吗? 这三个字 你能组成哪些词语呢? 暂停一分钟 自己试一试 老师也补充几个词 我们读读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有很多语气词 我们要读准确 你先自己读一读 再听老师读一遍 这一下可热闹了 狐狸呀 山羊啊 小鹿啊 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 请你按下暂停键 自己读读 我们看看这幅图中的野牛 它站在动物们的对面 你看到它伸开的两条前腿了吗? 猜一看它在干什么 是的 野牛站在其他动物的对面 挡住了它们 你能猜出 这个蓝色的字读什么吗? 有的同学说念挡 有的说是蓝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字呀 是形生字 你再好好的看看它的右边 我们就可以猜出 这个字读蓝了 利用形生字规律 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它的读音 你看 尽管有些不认识的字 没有标注拼音 我们也都猜出来了 平时我们读文章时 如果没有拼音 你先别急 开动你的小脑筋 看看可以有哪些 方法去猜猜文中字的读音 我们借助 生活经验推测 可以利用 已经学过的 形生字规律推测 还可以调动 你的经验进行推测 在猜读的过程中 有的同学呀 可能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 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利用几种方法 相互验证 相信 你一定能够认识 更多的字 这篇课文 虽然没有全文注音 但有些不易猜出来的字 还是注了拼音的 我们仍然可以用 十字的好朋友 拼音来认字 现在我们就来看几个字 请你借助拼音 读读文中的句子 读准字音 按下暂停键 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熟 在这里 读熟 不能读成口语 熟 第二句 快逃命啊 逃命是什么意思 来看看插图 试着说一说 逃命 就是逃出危险的环境 保住生命 命 还可以组成这些词语 救命 活命 生命 命令 第三句 野 它的拼音 是整体认读音节 什么是野牛 就是不用人工饲养 或培植的牛 也就是野生的 根据这个意思 你还能想到什么词呢 我们来读几个词 野鸭 野草 野花 野 还有交外的意思 也可以说 田野 野外 好了 现在按下暂停键 再来把这两组词读一读 你也可以再来读读这些句子 我们看看这两个字 你来读读文中的句子 看看插图 再想想它们的意思 这两个字都是形声字 我们知道形声字的一部分可以表示它的读音 根据这个特点 我们能够猜出它的读音了 形声字的另一部分可以表示它的意思 逃就是快速的跑开 领的右边是叶子跑 你看 转文的叶 上边是个手 表示头 下边是个人 叶与头有关 文中 就是兔子 带头 或带领着大家的意思 遇到声字时 我们可以利用形声字的特点 认识它们 也可以用文中的句子和插图 帮助我们理解词语的意思 请你再读读这两句话吧 这两个字还可以组成其他的词 我们来读读 逃命 逃走 逃生 衣领 带领 头领 十字 有很多种方法 这些字 我们看着有些熟悉 可以用熟字来记 暂停一分钟 来试着记一记 可以把桃树的桃 去掉木字旁 换上走织旁 就是逃跑的桃 把命令的令 右边加上叶子旁 就是带领的领 我们还可以利用顺口溜来记字 听老师读 你自己再来读读 用手挑 用脚跳 木远跳 快走逃 长在树上 是田桃 自己来读一读它们吧 按下暂停键 字都认识了 我们来玩个游戏 老师出一个字 请你抢读生字 看谁能把苹果上的字 读得又准确又快 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吧 生字读准了 怎样才能写好呢 这些是本课要写的字 今天我们先来写三个 请你读一读 我们先看家 汉字中 宝盖头代表房子 始 就是猪 猪是祖先 最早饲养的家畜之一 是古代 横梁一家人 是否富有的标志 家中有猪就是负 始 有好几个撇 书写时要注意 多撇等句 弯钩 主体部分要压在书中线上 钩 要过书中线左边一点 字才能写正 你也来写一些吧 注意坐姿 头正 肩平 背直 眼里笔尖一尺 按下暂停键 开始吧 我们来猜个谜语吧 看看是田子格中的哪个字 斜刀头下一扁口 一撇窗口往外走 弯钩里边两小撇 一撇一纳在外头 你猜到是哪个生字了吗 对 是像 写像时 注意第六笔撇 从口中间起笔 是一笔写下来的 就像长长的象牙 象牙是从口里长出来的 像 也有多撇 书写时 注意多撇等距 弯口主体 压在竖中线上 过竖中线左边一点 你可以现在试着写一写 羊 三个横之间距离是一样的 最后一横最长 请你也写一写吧 声字 我们都读准了 课文 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我们再来读读课文 给你三分钟时间 按下暂停键 声音 洪亮的读读课文吧 课文讲的是什么 有趣的故事呢 按下暂停键 自己试着填一填 可以借助插图 或者课文中的内容 你也可以自己 先试着说一说 来看看 你和老师填的一样吗 自己来读一读吧 课文中 有四幅连魂画 你能借助这些插图 来讲一讲 这个有趣的故事吗 请你按下暂停键 用两分钟时间 来试试吧 这节课 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少 认识了十二个生字 把家 像 羊 写得漂亮端正 你可真棒 课文中 小兔子听到咕咚的声音 为什么拔腿就跑 其他动物 为什么也要跑呢 野牛 又是怎么做的呢 下节课 我们继续和小兔子 一起探索 咕咚的秘密 下课后 声音洪亮的 挡读课文 也可以看着连环画 讲一讲 这个有趣的故事 把要求写的字 写正确 好了 这节课 我们就学到这里吧 同学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询阅 询阅